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五魂殿作为堕罗大陆里实力最强大的组织 到处惹是生非,欺负其他的组织 也可以说五魂殿是堕罗大陆里面最大的反派了 但是因为其实力最强大,所以无人敢和他们抗衡 不过五魂殿也曾经怕过一个人 这个人最后却败给了唐三 这个人就是波赛西 波赛西虽然是一个女性 但是她却有着半神的实力 她一直待在海神岛上,作为海神岛的守护神 曾经五魂殿想把海神岛占为己有 就像海神岛派去了大量的兵力 甚至还有封号斗罗 但是这些人全部都被波赛西击败了 所以五魂殿对于波赛西一直很忌惮 但是后来唐三在海神六考的时候 任务就是击败波赛西 最后有着半神实力的波赛西 还真被唐三击败了 而且最后还因为唐三的爷爷 一直都是波赛西非常喜欢的人 所以波赛西也对唐三有好感 所以最后波赛西选择了牺牲自己 让唐三成为了海神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